情人节也不平静 台北市市林区就发生了一起 疑似情敌互砍的意外 20岁的李姓男子拿着剪刀 去找23岁的江姓男子 结果两个人一言不合互砍 最后是双双挂彩 血染情人节 狭小的巷子里血迹斑斑 留下了一件血衣 让人看了触目惊心 情人节的夜晚 一名20岁的李姓男子带了剪刀 疑似去找23岁的情敌谈判 跑到了市林大南路的巷弄里 两名男子一言不合 一把剪刀在天空飞舞 双方都受伤 据了解戴剪刀的李姓男子 先砍江姓男子的头部 江姓男子抢下剪刀 往李姓男子的颈部砍 两根都血流如注 民众的父亲表示 是他的儿子的朋友 来现场找他 因为可能是野野山的冲突 然后双方便就护砍 两名伤者都送往新光医院 索性经过急救 都没有生命危险 到底是不是情敌 护砍 血染情人节 警方将进步证讯 都没有生命危险